仅仅在室外待了五分钟时间 法斗犬突然间不对劲了 浑身抽搐 失去控制 大声的喘促气 明显 这种狗中暑了 好在被人及时发现 第一时间在他身上放了冰块 但是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 你要知道狗中暑 如果五分钟之内处理的不及时的话 他的内脏就会受损 内脏烧熟了之后 基本上回天乏术 当时 狗主人灵机一动 发现家里的冰柜 应该可以放在下法斗犬 于是第一时间给发斗身上 全部撒满了水 然后直接甩进了冰柜 甩进冰柜十分钟之后 发斗犬渐渐恢复了正常 这个视频是去年拍的一个视频 目前 发斗犬一切正常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 如果不是被人及时发现 处理的时间晚了十分钟的话 那么这次发斗犬 在一年之前就已经一命呜呼 高温季节 笔枪比较短的狗 是特别容易中暑的 比如发斗犬 恶霸犬 挪威纳犬 等等等等 很多狗